如果小黄人学会了铁头功 到底有多厉害 就在不久之前 小黄人终于找到了命中注定的大哥 为了当个合格的小弟 他们每天都会接大哥放学 为了去看电影 哥鲁直接把一颗臭蛋丢进了电影院 等里面的人被臭跑后 自己则戴上房东面具 在里面看得开怀大笑 到了游戏厅 也会疯狂的作弊 在里面玩得十分高兴 为了不排队 哥鲁拿出奶酪枪 朝了人民社去 他拿着冰激凌 带着小老弟吃得很高兴 现在的格鲁 还只是个小坏蛋 真正的超级坏蛋 则是这群恶霸六人组 此时 他们得到了一张藏宝图 根据地图指引 来到了藏宝地 作为恶霸六人组的老大 白梅独自来到藏宝洞 结果以表心踩到了机关 顺利到达密室后 白梅准备拿走宝石 可意外却发生了 这群同仁勇士 瞬间被激活 对着他就发起了攻击 好在白梅武力值还行 顺利解决了同仁 随后他取下了宝石 只见几道绿光 瞬间冲进了宝石内 还没来得及高兴 又出现一群同仁 朝着这边冲了过来 危机时刻 同仁向他扔出绳索 就对白梅快要爬上来时 同仁抢走了宝石 去把他扔下了飞机 不久之后 格鲁居然受到了 恶霸的邀请录像 打开一看 一个全新影像出现在他面前 想教训他参加恶霸选秀 随后 格鲁来到了自己的基地 他召集了所有小黄人 宣布自己即将成为 恶霸六人组的成员 到了晚上 格鲁兴奋的睡不着 而恰巧萝卜做了个噩梦 想要和大哥一起睡 凯文也来到了床边 他也想和大哥一起睡 就这样 三人睡在了一起 可是下一秒 第二天一早 格鲁兴奋的洗着澡 穿上了鲜艳的坏蛋裤衩子 整装带发扣 开心的上路了 当格鲁出场后 他激动的介绍自己 还没等他说完 舍姐认为他是个小屁孩 根本不配成为恶霸 听到这话 格鲁很生气 直接偷走了生肖宝石 这个把恶霸们整懵了 他们立马追了出去 格鲁让奥托拿着宝石先走 自己则拖住恶霸 就在格鲁快要被抓住时 他启动了开关 小魔兜瞬间火力全开 成功逃脱 回到地地后 格鲁给小弟们 讲述了刚才的事情 他想把宝石展现给大家看 结果却发现 奥托拿的是一块石头 原来 奥托在回来的路上 看到了一块令他着迷的石头 于是拿着宝石 跟小朋友交换了 就这样 奥托把一块烂石头拿了回来 格鲁一气之下 解雇了所有小黄人 准备独自一人寻找宝石 可刚一出没 他就被人抓走了 绑架他的人 并不是蛇姐 而是白美老头 原来他并没有死 他绑架格鲁 就是想拿到宝石 然后找其他恶霸算账 都会属于自己的荣耀 可宝石现在不在格鲁手中 一番病院过后 格鲁把事情告诉了他 等着消息后 白美给格鲁家里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 正好是小黄人接听的 白美让他们在两天之内 把宝石送到指定地点 听到大哥有危险 小黄人十分担心 于是立马召开了紧急会议 善良如何营救格鲁 最终他们决定 由凯文三人去拯救格鲁 奥托则去找回宝石 你绝对没有见过 会开飞机的小黄人 就在刚刚 小黄人为了拯救格鲁 他们准备坐飞机 结果没钱买飞机票 于是便伪装成机组人员 顺利进入了飞机 根据飞机操作手册 大烟仔启动了飞机 可是下一秒 飞机终于恢复了正常 这时 大烟仔由于晕机 去了趟厕所 结果在冲马桶时 差点没把自己给送走 没过多久 飞机到了降落地点 随后凯文准备降落 可一步要心 飞机直接俯冲下去 虽然降落方式有些跌宕起伏 但总算平安落地了 另一边 高鲁正在遭受着酷刑 如果两天之内 宝石没有送到 他将会被电锯分尸 此时的小黄人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他们伪装成花草树木 可他们伪装技术实在太差 直接被白美的手下发现 小黄人慌忙逃离这里 当他们跑到唐人街的时候 被白美的手下围住了 对着他们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恰巧这一幕 被一位中国大妈看到 这些手下此时的心情 就像你表情包里的 第三个表情 看到大妈这么厉害 小黄人两眼冒光 他们想学习中国功夫 决定拜大妈为师 在他们的苦苦哀求之下 大妈终于收下了他们 就这样 大妈先叫他们轮大锤 结果 紧接着 又让他们练铁头弓 结果 经过大妈的高强度训练 他们终于得到了真传 罗伯最厉害 他的头简直比铁还硬 学成功夫之后 哥萨高兴坏了 另一边 经过奥陀不懈的努力 他终于找到了宝石 正在努力往这边赶来 与此同时 白美让格鲁去打扫泳池 可格鲁毕竟还小 看到鳄鱼还是被吓了一跳 于是白美亲自示范 结果下一秒 就被鳄鱼拉进了泳池 危机关头 格鲁直接跳入水中 把白美救了出来 经过这次事情 白美认可了格鲁 准备收他当徒弟 收完徒的第一件事 就是带着格鲁去抢银行 他走进卫生间 通过视网膜扫描 成功打开了罪恶银行的大煤 光进来 白美就开始装病 格鲁趁机跑上二楼 用黏和手指 拿到了保险库的钥匙 电死 无级时刻 格鲁回来了 他带着白美走了出去 格鲁也不负所望 成功偷到了蒙娜丽莎的画像 与此同时 恶爸们也来到了白美家中 看到他不在家 直接把家给拆了 等白美回到家时 瞬间傻眼了 白美很气愤 后院大家不该这样对他 看着白美这么难过 格鲁上前安慰 声声要和他组成邪恶两人组 可白美认为 格鲁只是个孩子 不想让他受到伤害 便出言把他赶走了 格鲁走出了家门 失落的上了公交车 今天正好是除夕一夜 唐人街战灯结彩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格鲁看到了小黄人 他立马下车 跑到了人群中间 呼喊了小黄人的名字 奥托看到老大后 兴奋的跑了过去 还把宝石拿给了老大 可还没等他离开 哥爸们就堵住了他们 成功抢走了宝石 此时警察赶了过来 看到被围堵 舍姐却丝毫不慌 随即按下了宝石按钮 如果小黄人变成了 十二生肖 到底会有多厉害 就在刚刚 今天十二点的众声响起 舍姐按下宝石按钮 瞬间几道绿光冲天而起 舍姐抓住格鲁 直接把他挂在了石钟上 就在这时 学会功夫的小黄人 也赶到了这里 看到老大有危险 凯文直接冲了上去 结果下一秒 就在这时 白眉出现了 他不希望恶霸们伤害格鲁 可恶霸们根本不理他 随着一声怒吼 双方打了起来 可是没想到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战戟0-5 很快 小黄人就被逼到了绝路 危机关头 凯文竟意外地激发的超能力 萝卜也发生了变异 纷纷中解决了两个恶霸 另一边的大烟仔 瞬间释放出无敌连环弹 把大蛇打得晕头转向 此次的白眉 还在苦苦坚持着 各仨立马上前支援 与此同时 老头已经爬上中楼 成功解救了格鲁 危机关头 小黄人挡在了格鲁面前 随即仰天长笑 几人瞬间被震飞出去 剩下宝石也被震落下来 格鲁见状 立马接住了宝石 紧接着 释放出宝石的能量 把各霸们变成了小老鼠 格鲁很高兴 接着用宝石之力 将他们恢复了原样 一切尘埃落定 各霸们被警察抓捕了 而白眉身受重伤 也被带走了 几天之后 白眉不幸离世 格鲁伤心的被他举办了葬礼 在悲伤中 他意外看见了熟悉的身影 原来白眉并没有死 而是借助假死 逃过了牢狱之灾 从此之后 一群人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到此前传结束 小黄人和格鲁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